外言咨询,讯导时间30分钟 谢谢主席,请吴院长 吴院长请队寻 你好,院长辛苦了 我想院长是本期非常佩服的一位政治家 口才一流,头脑非常的清晰 清楚,格局气度都非常大的一位政治家 那新的一年,我不晓得吴院长对于我们的内阁团队 对于我们带领国家走向 这个新的方向,有没有任何的期许 有没有 我想对未来国家的发展 我在新春曾许下三个院 这三个院其实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第一,就是东去春来景气回温 拼经济嘛 第二,就是和平发展 两岸双赢 第三,社会融洽 台湾发光 我觉得我们社会不分党派 不分性别 不分这个籍贯信仰 大家都能够相处融洽 让台湾在工商百业各方面 农业各方面都有很好的发展 台湾发光 我想以上这三样 其实就是我们政府 发愿 应该要努力 协同全民打拼的目标 非常吻合台湾现在的现实的状况 那今天的报导 我不晓得吴院长有没有看到 我们马总统的名人信任度 低于艺人林志玲 这个部分院长有没有什么看法 这个有时候 你想民调 我是多多少法累积了三十几年 看到民调 我自己也被民调过 民调是当你成为没有争议 共同欣赏一个美的 或者一个话外的 或者方外的 或者不涉入红尘万丈的争议的 他在民调上会保持 比较好的数字 包括在艺人当中 你都不要有政治的立场 你就美美的 或者表演很杰出 或者做事很努力 或者一个小人物 他爱或者牺牲的奉献 得到大家的认同 那或者是一个方外的人士 他用大爱来照顾全民 我想这些通常在民调上 都会赢得比较高的掌声 但是凡是你一入红尘 选择边 就选边 通常 喜欢你的会给你鼓掌 不喜欢你的会给你 这个 给你 给你出声 所以基本上 对这种民调 如果是用投票的 或者是用 用call in进去的 按那个电脑的这个输注的 你做一个参考 但是你最重要还是真正 体察社会的脉动 做出正确的选择 我想要有这样的一个 平常心来看待 心脏才不会有时候跳得更快 院长请问一下 以你的高度 以你现在的一个位置 怎么去帮忙总统 能够回升人民对他的信任度 我想最重要 景气回温上来 景气回温 景气 我觉得我们整个台湾社会 自从过去好多年 几乎很多的行政的效能 很多的发展 有灼烧的 丧失元气的迹象 然后金融海啸 席卷全球 八大水灾 在给我们台湾社会 很重的伤害 那再加上 能源价格的 在去年 民国97年开始 就有飙升的趋势 你看石油从五十几块 飙升到一百四十七块的这个高 然后现在都维持在 八十出头这样的价格 我觉得失业率虽然年五月下降 但是依然居高不下 我的感觉 只要精气 缓步回温 就业能够比较充分的来拓展 我们行政效率能够提高 我们政府同仁 包括中央跟地方 大家能够用真诚 效率 同理心 来服务我们的民众 我想总统 跟我们整个政府 就能够 就会出现民众更多的支持 我觉得这一点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好 谢谢院长的回答 主席 我可不可以请一下我们经济部 施部长 施部长 我想您刚刚所说的 我完全认同了 同理心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当我们在推这个EFA 从去年到今年 陆陆续有很多的协商 但是呢 天下杂志所做的民调 依然了解的人 确实还是不高 还是不高 包括一千位 所有的CEO所做的调查 百分九成以上是认同 但是呢 一半以上 他们还是担心啊 政府能不能保障 台湾既有的利益 他们还是非常的困惑 我想这是一个最 最大的问题啊 而身为我们经济部的 最高的领导 我就适时的 要怎么样去对人民说清楚 讲明白 而且用民众听得懂的语言 我觉得这极为重要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部长 用简单的 二要的 易懂的 的说法 来说明什么是EFA 谢谢委员的指教 陈律委员所说的 目前两岸经济协议 有越来越多人知道这件事情 但对内容部分 部长等一下 你不是跟我报告 现在如果你要对人民报告的话 三十秒钟 你怎么向人民说清楚 EFA 什么EFA 我想这个类似的议题啊 我们总统院长都 有很好的陈述 我跟你们报告一下 就一帮 二部 三要 一帮是 帮助人民做生意 提升台湾竞争力 二部是 不增加农产品 开放进口 不开放 入牢 来台工作 三要 一个要降低 关税 要投资保障 要保护知恶财安全 内容大概是这件事情 院长你认为部长的说明你满意吗 人们听得懂吗 严谴意盖 来用台语再说一下 课语再说一下 这样吧 我请一丁说一下 就更方便了 请一丁補充说一下 这都重要就不用重要了 这样吧 就是反正 我觉得我们应该用多管道 跟很多民众 尽量的做说明跟做报告 让投家了解 这样支持就会更好 各位院长报告 我想听一下杂志的民调很清楚 百分之六十六 民众对马总统的执政是不满意的 百分之六十七 的民众是不了解AFA 所以其实六十六六十七 很充分的表现出 其实他们是有连带关系的 当民众越了解政策的时候 他就越容易去支持 政府的施政 支持总统的作为嘛 所以很清楚的 就是我们政府现在宣导 政策上面是明显不足 不够的 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能像 吴院长这样 能够了解民意 站在民众的立场 去思考他们想要知道什么 他们想要听到什么 什么的作为 什么的说明 能够让他们接受 每一个人都化身为 吴敦义院长 那我相信 执政的成效 绝对会是大大的彰显 所以我也要具体的 去了解 我们现在行政部门 有多少人 很清楚的 具体的了解 一发的整体的内容 有多少人 我想我们行政官员 都非常清楚的 我还要跟黄委员报告 额法的具体内容 现在还没有完全 还没有完全 因为 中华开始来担拌了 才知道你早期收获清单 比如说我们最早期希望他能够减免关税的 是哪些个产业 哪些个项目 到目前 因为还没有正式展开 有关这个早期收获清单的谈判 所以实际上 你要问说 都知道内容吗 老实讲 连我也不知道 早期收获清单 一定涵盖哪一个 非常详细的戏目 我也不知道 这个我必须坦白讲 一定等到 要展开谈判之前 我们谈判的团队会来跟 我们立法院 王院长 跟相关的朝野党团 做报告 那这个就会逐渐的进入 比较细的轮廓 然后去跟对方谈过了 如果就是原有的轮廓 那就是有进展的话 我们也会报告 对方假如又加入了 他们的内容 因为我们提我们 早期收获的清单 对方也可能提他们 希望早期收获的清单 那我们也要把那些清单 带回来 也再来跟国会 做说明跟报告 这样子 不断的有进展 或者有阻碍 我们都会来说明 到最终 要签之前 比较清晰的 这个方案 也会来做 行前的报告 然后去 最后一轮谈判 签了字了 那个签的约 还会回来 送请立法院审议 通过 生效 不通过 就不生效 我想这样的监督 才能够代表全民 我们用透明化 公开化的方式 赢得大家的信任跟支持 这一点我特别 借这个场合 再一次的说明 好 谢谢院长 我想最重要 我们要告诉别人 说自己要先清楚 如果包括我们行政官员 都不清楚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立法院 都不够清楚的时候 怎么去跟民众解释呢 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我想这个部分是绝对 绝对重要 要让民众了解 我们的施政 他们越清楚 越公开越透明 他就对我们支持度相对 所以刚才施部长讲到三个 一般二不三料 就是最重要的纲领 最重要的纲领 我们为什么要关税减免 我想您一定听过很多次 那为什么要投资保障 因为台商在大陆的投资 人数很多 项目很多 它的规模也很大 这些台商投资的权利 我们要给它保障 那谁能保障呢 当然就是大陆当局 最能够保障给他们嘛 第三个 就是智慧财产权的保障 这也非常重要 所以这三样 一定是我们在跟大陆签 所谓ECFA 两岸经济协议的时候 非常重要的目标 好谢谢院长 我们施部长请回 请回 我可不可以请我们教育部部长 部长请教一下 我想涌起来的计划 其实在日前闹得沸沸扬扬 政府的一番好意 十亿 这个十年一百二十亿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 我想具体 未来要落实 要执行 申请的标准如何等等 可不可以请部长简要说明 是我想 台湾因为四面黄海 是一个海泉国家 但是呢 我们提供给国内的这个学生 游泳的环境呢 并不多 在全世界呢 我们这个十万人口里面呢 我们是只有九点六 像日本就一百八十个游泳池 是我们二十倍 台湾的死亡率啊 其实是密闭的死亡率啊 根据呢 WHO呢 他们所做的世界卫生指数的报告呢 我们是排名第二位 所以不像一个先进的国家 所以我想呢 我们要照顾孩子的这个健康呢 我们国中小的课程标准 已经列入啊 把游泳当作一个体育的必要的基本能力 所以我们才觉得呢 有必要啊 来加强的游泳池的建设 那么未来我们分十二年 分这个三起 一起四年 那每一起呢 希望能够新建的这个五十手 所以新建一百五十手 那么能改温呢 也是一起五十手 三起的一百五十手 那目前呢 我们全省的二十五个县市啊 如果一年呢 这个四年五十手的话呢 一年也不过是十二手 所以只是两个县市才分到一手 这个哪有烂卫国家的一个公堂呢 而且我们将来要去审慎来评估 看哪些乡镇偏远的 或是说这个人口稠密的 还没有游泳池的乡镇呢 目前全国有一百四十六个乡镇 没有游泳池 那么另外呢 一两千人以上的高中 目前还有一百五十一所高中呢 并没有游泳池 即使将来在单一学校 或是单一乡镇呢 这个游泳池盖完之后呢 也是给附近的几所学校呢 共同来使用 那如果说已经有私人游泳池呢 我们就善用私人游泳池 学校呢 跟他来做成合作 那么呢 在这个津贴交通费 或是在这个教练 相关的老师的培训方面呢 政府会负起责任 所以大家所担心说 因为浪费水 其实它是因为循环系统啊 所以水的浪费是有限的 不会大家想象中到民众 真正是缺水呢 我们就暂时停止游泳课也没关系 所以大家所关心的民生用水 或是这个整个资源 怕文族馆的问题呢 我们都有想到 像我昨天这个 碰到南部的一个乡亲 他说 他们学校要设 附近的庙宇呢 愿意提供他们这个管理会 所以他们就用社会资源来帮助学校呢 他希望能够增起来 因为他整个乡呢 都没有一手这个游泳池 所以类似像这样 社会资源 加上呢 政府的资源呢 把孩子的游泳能力 把他这个这个这个培养起来 部长非常了解 整个具体的内容 有备而来 那我想 现在主要的两个问题 资源分配不均 城乡差距太大 再来就是管理不当 我想不管是媒体也好 在野党也好 他们批评的 过去的文子馆 你没有处理好 你怎么去盖新的呢 那我觉得 这样的一个论调 是很荒谬的 因为双轨进行 既有的问题 我们要提出方案改善嘛 让它转型 不能转 我们有什么配套 能转 赶快改善 到底是水的问题呢 还是管理的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 赶快去面对 而要盖新的部分 我们还是要做啊 举我个人的例子嘛 我会有跟吴院长报告嘛 英哥的游泳池 对 八万多的人口 期待了十几二十年 我们终于在去年 教育部补助一半 现在我们补助一半 不过五千万啊 让整个英哥镇 非常的 非常的振奋啊 在今年 三月份就要动工了 这个本席也在此 邀请院长跟部长 如果有机会 高英哥镇 来做一个启用 我们这个动工典礼 来正式的宣告 说我们一百二十亿 我们全面拥起来的计划 正式启动 从英哥出发 那也顺便 媒体也可以访问 所有的周遭的民众 他们对于 游泳持心 限制 支持还是反对嘛 这样的声音最大 我想这样的声音最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利益非常良善啊 但是未来执行要怎么做 陈如部长你所说的 可以跟世人合作也可以啊 用BOTOT 自己学校管理 有没有能力都可以来做啊 但是你总是要整个评估要给我嘛 我认为可行 我才盖嘛 我不能够再造就更多文子管嘛 我想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嘛 但是这个部位一定要说清楚 政策没有说清楚 就没办法得到人心嘛 等这个媒体一扭曲 在业党抹黑之后 整个政策都完全都变掉了 这就非常可惜 所以本协在此特别邀请 郑重的邀请啦 院长跟部长如果时间允许的话 尤其在三月底以前 一定会做动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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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再来 那再来 终于快要有 是 感谢中央的支持 也感谢县府的支持啦 那再来最近 我们看到陈文倩 有一个正负两度C的 这样的纪录片 院长有去看过吗 有 看了之后的感想如何 我的感想就是第一 这个气球 地球的确是越来越危险 尤其台湾在地球当中 本来就是最危险的区域之一 地震 水灾跟这个风灾 都非常有可能性 同时侵袭台湾 所以我们更加在地球里头 要更谨慎的爱护台湾这块土地 但是同时 我们要照顾这个仅有的一个地球 因此包括节能减碳 绿色的各种建筑 还有在生活习惯上 怎么样能够爱惜资源 保护环境 变成我们政府 必须要很努力 来加速推动 而且具体的落实 我觉得这一点 更加坚定了我们的责问心 我想每一个人 与惠仁 最后的感想都是非常感动 包括吴院长一样 都非常感动 但感动还不够 要具体的作为 具体的作为 就我个人持续在推动的 每周无肉日 每一周早一天 就吃素 吃素环保就地球 我想吃素的好处很多 不止对于个人的体内环保 对于相关 这个牲畜的需要等等 都能够进行改善 所以我知道新竹县 现在已经开始落实 营养午餐 每周一天的无肉日 我觉得我们教育部也可以这样做 部长我想在委员会 我也多次询问 我们积极来鼓吹 来推动 鼓励所有的国中小 这个小朋友 鼓励他们每周吃一天的素 让他们养成吃素的 习惯养成 对于肥胖的问题 近视的问题 或多或少 都会有很大的帮助 那也直接能够改善我们的环境 那我们行政部门也一样 可以鼓励大家 多吃素 我想由院长来号召 自己来做起 这就是最基本的 鼓励大家多做运动 多骑脚踏车 自行车 我想这就是从自身做起 马上可以做的事情 院长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宣誓吗 谢谢 我记得上一个会期 林农思委员也希望大家一起来 我当时我就说明 我说我会 不能说自己定一个严格标准 每天一定怎么做 可是我总会要求自己 至少一天 一周有一天 我是吃素 比较方便 那平常也尽量减少 对于肉类的 这一类的这个 这个使用 这样让自己 就可以比较不必 中年过后啊 都是会发胖啊 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羡慕 像黄伟员您这样的 这样的这个体格 其实是很 很令人羡慕的 所以我想 呃吃素 虽然不要变成强制性的一个活动 但是我觉得每个人 如果能一周 适当的 至少有个一天 让自己过一点清淡的饮食的生活 或者素食的生活 或许对于健康 对于整个社会的环保 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所以我 我也呼吁我们其实 更多的朋友可以加入这样的行列 是我想院长也做了宣誓啊 我想我们行政官员也尽可能 能够从自身做起嘛 影响到相关的部会 鼓励大家 吃清淡一点 对身体是好事啊 那也要请部长那边 多多宣导 希望国中小能够来 倡导这样的一个政策嘛 总不能这个 上面再喊下面不做嘛 好不好 部长多帮忙 好事一件啊 功德一件 好那 院长可不可以请我们交通部 毛部部长 好 院长我请教一下哈 我们台湾啦哈 呃你认为是不是属于这个先进的国家 你认为 我想应该是从原来的开发中国家 逐渐迈向 已开发国家 但是大概在途中啦哈 在途中 你说我们已经是已开发国家 其实我们比起很多先进国家 还差一段 可是如果我们说要比 更多的那种开发中国家 其实我们有领先他很大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觉得应该奋勇向前哈 继续追求更好的一个和谐跟进步 所以还有很多的努力空间啦哈 包括铁路应该这个地下化嘛哈 立体化 包括水能够生营 这都是先进国家的一个指标嘛 包括日前院长您所说的 你有一个梦想 希望铁路能够环导 高速公路可以环导 好等等 都是还是可以做的事情嘛 有需要假以时日 好当然这是需要时间嘛 好需要时间嘛 所以本期还是有这个 这个请求啦哈 希望我们部长跟院长能够大力的协助 好因为本期的选区刚好是树林跟英哥啦 那铁路立体化 从台北万华到板桥 好到这边结束了 而现在桃园中立 也要立体化 好到我们奉明 也是英哥的一部分 也要立体化 也核定了 只是迟迟还没有动工而已啦 那树林到英哥 不过三点三公里 三点三公里啊 现在一点规划都没有 就像前段做了 后段也做了 中间这三点三公里没有任何的评估 规划都没有 都没有啊 所以当我们在 在在积极在努力 这个铁路立体化 说这是这个促进地方发展 这个要跟国际接轨 国际趋势等等 啊树林跟英哥这一段不做 难道这个部分是二等公民 是不需要地方的发展 不需要跟国际接轨吗 我想这个部分 我不希望讲这些话 但是现实环境条件是如此啊 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部长 这个说明一下 我想谢谢委员提这个问题 可以这样说啦 就是我们全台湾啊 很多的地方都要求铁路立体化 那事实上这个是院里面啊 就针对这种铁路立体化的案子 他目前有个要求啊 就是希望我们说 在这种铁路立体化 过去大概都是 用消除平交道的理由啊 我们来做这个 来来来来做立体化 那事实上就是说这个 那现在就是说整个 包括我们经监会啦 主机处啦 财政部啦 以及包括交通部本身在内 那大家都认为说 事实上铁路立体化 不应该只是从消除平交道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 应该从整体都市更新 土地发展 土地开发的角度 来判断这个立体化 是不是值得做 那现在呢 我们交通部正在 拟定这样一个审查的机制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机制呢 在这一两个月就会出来 出来以后我们整个这个案子 我们希望大家就是能够 能够寻这样一个 这个一个一个一个概念 我们来来开始来推动这方面 将来如果还有任何的都市 有铁路要立体化的这种 这种需求的时候 我们就凭着这样一个机制 我们来来做 有关的这种规划跟检验 谢谢部长的回复啦 我想这个回复跟上个会期的回复 其实大致上不变 不变啦 那我要跟院长拜托的是 报告的是呢 南港19.4公里 台中21.2公里 台南8.23公里 凤森4.3公里 左银9.75公里 都已经在做 在规划 而树林阴哥3.3公里 没有任何动静 我想请求院长 能够赶快的做一些评估 可行性评估 能不能做 什么时候可以做 我们非常感谢交通部 感谢行政院 我们的万大县已经核定了 核定了嘛 逐年编年预算 我们可以先进行 先评估嘛 评估可不可行 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做 总是给我们有点期许 新年新希望嘛 报告委 我想这个 容我补充一句了 就是照着我刚刚报告的 我们将来这样一个 县区规划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准则的话 那事实上像这一部分的这个 案子 就可能需要县政府方面 也来配合 他在都市计划的改变 土地开发方面 怎么样来搭配配套 然后搭配起来 我们来推 好的 是的 我想我就请县政府 跟交通部多联系 好不好 针对相关的周边开发 配套经济效益 我们来研究 总之要进度 好不好 请部长院长多帮忙啦 那部长请回 谢谢 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啦 这个 我昨天看了晚报 非常的震惊啦 所以我们的失业率 现在是略有下降 但是呢 在现在的失业率里面 有一半啊 是年轻族群啊 二十到三十四岁 等于这叫啃老族啊 啃老族在家吃父母的 没有经济压力 所以他们宁可不工作 他们待在家里 不做事 而这些是我们国家的新希望啊 二十岁到三十四岁 我们的壮兵啊 我们的青年人啊 这个问题凸显了现在国家制度 整个青年就业的问 这个是有问题的啊 好院长 这部分 不晓得您了解的程度如何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 必须非常要费心啊 努力才行 现在两个是失业率比较 让我们震惊的 一个就是中高龄的失业率 这几个月都是逐月下降 总的失业率是下降 但是中高龄的失业率 失业者啊 我们一月份还比十二月份 就去年还多一千人 就变成失业率在下降 但是中高龄的失业者还是蛮高 另外一个就是年轻啊 年轻而高学历的失业的状况 也蛮让我们震惊 那同时另外有一个状况又很特别 就是求求人的啊 就是有工作要求人的 又是很多都是要高学历 高的科技背景的 这个四处的工作的职位 还是多于现在能够去取得的 那就产生了有些 呃我们可以理解的状况 比如说大学以上毕业的越来越多了 可是文法科系的人 呃就业的机会 依然还是不如科技方面的这个学系毕业的人 呃那么顺畅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有些因为学历高了以后 我们对于往往日啊 那种愿意做中阶的 就像职业的职业学校或者高职 或者专科这一阶去做的工作 有好多大学毕业生或者硕士博士他不太愿意去做 那么这中间一定有一些供跟需的 需要搭桥梁 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来做 所以最近我们已经恰商 有些高科技的企业 有些像竹科 也准备大概在三月份 要做就业的博览会 那南科跟中科也会分别来做 我希望每一盒的工作 能够把这个状况解决 另外就加强他们的职业的训练 他有很好的学士 可是就职职场啊 他毕竟有些还没有经验 那我们要加强对他这个经验的培养 我想这一点我们努力来做 这部分王主委有补超说明 是各位特有报告 其实最主要原因在于学用的落差 也在于就业的态度 所以那会针对这两点 我们目前的处理方式是 第一个是我们的就业服务的部分 可能提前在学校的阶段 我们用大专的就业学程 让他在学校的时候就对将来的进入职业市场 有某部分的一些了解跟认识 然后再来是他毕业之后 我们有青年就业达人班 就是就有关就业的这些基本态度 的部分应该给他一些训练 那如果技能不足的地方 我们来办理职业训练 所以刚刚院长报告都非常的详细 所以青年是国家的 那是国家的换柿 也不太认养 那么你先认识 那是国家的迷范